哈喽大家好我是鬼哥 今天刚好已经是拿到这个KBL限定的皮肤哪吒的 但本来想玩这个克隆模式里面想玩哪吒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最后变成了这个后裔啊 我们可以看进一路游戏之后 我们这个队友也是说 也是说那个 本来我们这边也是选的哪吒 为什么不是哪吒对吧 最后变成了后裔啊 后裔设论 变成后裔设哪吒 我们还看到对面的哪吒是说五个能大一个 所以要等他们四级以后 别看哪吒是一个战士 其实他也不是很扛咒的 特别是面对我们这种超级色素的 刷刷刷刷刷 几下就可以把它给射成塞子 随便一下子就被我们射了 要不是这边有个大招锁定我 我这把可能还不会死 最后直接被他怼死 没办法 哪吒的大招对残血是挺致命伤的 我们这种没有位移的 也是比较可怜 这个不过打在后面的话 他的增伤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效果 他们就让出全漏 也扛不住我们那种脸色 再说他的大招是能飞人 我们的大招也是可以飞人 我们的大招比他的好处是 是那种相当于是个无人机 他是轻身往前转 我们能眩晕 而且还是没有伤害相当于是个无人机 我们只要和耿德扎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然后就可以把他们也射得很惨 这边就站得愿意 只要他们不要靠近我们 等他靠近我们的时候血量也没有多少 他们最多一次伤害 也就是一个大招过来 我看我这边一个人 对着他们四个五个 轮着打五个四个 这边已经击杀了三个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扛不住了 扛不住 最后还是死在这了 不过他也就剩一个 他们的损失也不少 一换三也是比较值了 其实还很想用一把 就是这个哪吒 全部是那种KPL限定的皮肤 然后十个哪吒一起转圈圈 那种感觉就不错了 大家有没有在克隆上玩过 哪吒十个转圈圈的 如果大家有的话 欢迎大家有这个素材提供一下 我们本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 我们下次再见